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做埋伏,晚上刷僵尸 哇塞,今天这出生地看起来不错呀 这么多的储物箱 之后面还有几个魂环呢 这边储物箱也有很多,全部都来看一下 啊啊,什么情况,不会说都是食物吧 果然哦,全部都是食物呀 我要的是武器啊,这些都没啥鬼用呀 那再来看一下这边的 哎呀,感觉也是一些小杀伤力武器而已 这些武器只能给僵尸挠痒痒吧 看来咱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房主箱了 这前面两个都是星星礼盒 拿上一组应该够用了 哇塞,重磅武器出现了 金箍棒拿上一根98k也拿上百万年号天锤 那必须拿上一把 魔剑也拿上,然后这一把是王子里面凯的刀 哎哟,这个储物箱里面也全是武器啊 这里面还有一把帅气的狼银霸王枪 窝了一个去了,发了发了 今天的房主箱全部都是武器啊 这里面居然还有一把七杀剑 我怎么感觉这后面的储物箱里面也全都是好武器啊 那咱们就快速的拿上一些吧 哎哟,有一把科技版的海神三叉戟 还有一把叫做箭矢的 哇塞哇塞,每个房主箱里面全都是好武器啊 我都眼花缭乱了 都不知道待会拿上哪一把来打僵尸了 OKOK,东西都拿好了 这里面有一个可以穿戴的魂团,先穿上它 这个叫封号斗罗,连我痘痘小师弟的名字都被它改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把武器装备都整理一下 然后再把每一款都拿出来试试效果 最后再拿出最厉害的来打怪吧 首先是金箍棒,耍来耍去挺好玩的 但是效果有点像能量剑啊 接下来是98k,感觉就是一把普通枪而已 好天锤的话也是能量剑的特效 哎哟,这把魔剑能让自己身上变出红丝火焰的特效 接下来是这一把凯的刀 哇塞,这黑焰特效看起来挺有魔性的呀 后面我穿上了一个叫做八珠魂骨的装备 现在身体的周围又多出了一个环罩圆形特效 接下来再拿出七杀剑来试试效果 我了个去,这一使用有点世界末日的样子呀 整个天都变黑暗了,看着好恐怖呀 而且现在咱们身上还多了一个蓝色的保护罩特效 嘿嘿,那我估计这一把七杀剑应该是最厉害的武器了 后面当我跑到这边的瞭望台上,僵尸就出现了 哈哈,那现在咱们就把身上的所有武器都拿出来打一遍 因为只有全部都拿出来试一下 才知道哪一把的杀伤力是最强的 哇塞哇塞,这七杀剑果然厉害 一下子就把僵尸给秒光了 哎呀哎呀,这一把也挺厉害的 我都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冷却时间比较短,打起来也是蛮爽的 不过对比起来,这杀伤力还是没有七杀剑厉害呀 后面僵尸又出现新的一波了 我又拿出了金箍棒来试一下效果呗 效果也是可以的 不过冷却时间太长了,还是得用上七杀剑了 这些僵尸被干掉以后会掉落泡泡的 也不知道有啥用 估计是用泡泡去跟商人买武器吧 后面又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恐怖的家伙 好像是机械哥斯拉呀 也不知道这个厉不厉害 还是用上七杀剑给他搞上一发 啊,尴尬尴尬 这个应该是BOSS了 但是七杀剑也是秒杀他呀 最后居然还出现了带着魂环的僵尸 普通的武器已经对他不起作用了 好像很扛咒的样子哦 就连七杀剑也不能一剑就把他干掉了 最后我就不敢三七二十一了 拿着七杀剑到处乱劈乱砍 哈哈,发现他们也没什么能耐 多砍几剑也就把他们给干掉了 还 我们下vad完蛋了